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繼續審議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 有議員關注職工會登記成為界別選民時 如何界定持續運作三年或以上的定義 工會是一定要在職工會登記後才持續三年 這是附件一二的說法 但在你的條文裏面 就只是說他申請前的三年內持續運作 你知道我們的工會成立就是開完會後 我要決定成立工會 然後就交給職工會登記局 記了一刻有些人就已經說我開始運作 因為以前是很簡單的 但現在的調查或等可能要等一年 是有一個很大的時間差 是他自己成立了 但他只是入了登記表格 而未完成勞工處的登記程序 他並不算是已經完成了登記 所以他多久以前開始是沒有意思的 他一定要被勞工處的登記程序完成了 發了一張文件證明他成功完成登記之後 過一秒鐘才開始數 然後要數三年 然後他才達到這個資格 幫我按照 我不能 kein 我還是按照 給我 這 我